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 欢迎来到公民种族笔周一罗继夫时间 我是周一的种族笔罗继夫 每年到了岁末年中呢 我都会安排一个单元来介绍一个活动 这个活动呢叫做台北造起来 那这个活动已经连续办了八年了 我觉得这个活动呢 真的是对台北市民来讲 是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怎么说呢 一来呢我们可以看到 台北有很多的商家参与这个活动之后 有了不一样的面貌 第二个呢就是台北市政府非常努力的 来带动城市的发展 所以呢对于商店的改造也是不遗疑 那当然最重要的是 这样的资讯对一般的消费者来讲的话 是非常有意义的 那今天呢我们就来介绍 今年的台北造起来有什么样的特色 我们邀请到来宾呢 是书国创意总经理张婷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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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ва 主持人晚安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那今天当然案例呢 这个陆选的这个店家 也会来跟我们分享他们的经验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马书禀部的马书 马光耀 马书晚安 主持人晚安 各位听众大家晚安 好不能免说 还是要挺婷婷来讲一下 每年都这么办 大家感觉好像都一样的活动 那每年都要想不一样的点子 今年跟往年有什么不一样 我记得去年来的时候 因为刚好碰到疫情嘛 前两年我们本爷会说 就是会受到一些影响 没想到去年好像 报名还是大爆发 那今年的情况呢 其实我们应该是说 报名的加速 跟我们辅导改造的加速 还是一年比一年多 今年就来到 又创了纪录来到了24家 又比去年多了一家 但虽然说 其实疫情还在继续当中 但我们其实都已经看到曙光了 所以我们在今年那个辅导改造 不仅是帮所有的店家改头换面 也帮很多店家 其实找到了新的客群 那么同时也在对应疫情方面 大家有了新的这样的一种工具跟技术 很多人都 很多店家 其实都不只是他实体的店铺 更多人懂得如何去经营他的电商 或者是他的这个社群的媒体 还有团购等等 像今年你刚刚讲的 因为比起去年来讲 今年更没有限制 对不对 所以应该是可以办得更得性命手 就不会绑手绑久了吧 对不对 我觉得今年一个很大的一个特色 就是说你看八年到现在 我们已经总共累计148家了 那原来大概那个基辅老师还记得 我们往年多半都是大稻成的啦 万华的啦 是不是 那我们 就是比较老城区 但是现在其实已经遍布台北市所有的角落了 然后包含了大安区 永康商圈 还有就是文山区 现在也有极起直追 所以越来越多的店家 参加了这个改造之后 那么同时也带动了当地商圈的一个复兴 大家还可以串联起来 我们今年其实办了好几场 有四场的小旅行 就是把集中在某一个商圈 某一个地区的店家 那把它用串联的方式 变成一个可以体验的一个小旅行的概念 这小旅行谁参加 就是邀请谁去参加 就一般的民众啊 一般民众都可以参加了 是是是 所以你刚刚讲这个 我们辅导的商家的范围又更扩大 你说有到文山区 往南发展了 对不对 那其实我觉得这也是 就是八年以来 不断改变了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 因为我们当初想到说 商店改造都比较老的社区老的商店 可是事实上经过你们这些努力 很多就是已经跨出 刚刚讲的大稻城啊 万华这些比较所谓的老社区的改造 也慢慢的扩执到全台北市啊 好那像今天来参加节目的这个马叔饼铺 就会在中正区对不对 来这个马叔我先请教一下 就是说先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你们的店是怎么样一个店呢 马叔饼铺这个最主要饼铺 它就是卖这个芝麻酱烧饼 还有一些北京的小点心 这是比较北方的口味的啊 对因为它这种圆的烧饼 本身就是北方的烧饼 不像我们一般台湾平常认识的那一种长的烧饼 我问一个比较外行的话 像这种外省北方的这个所谓的烧饼 是不是都是在夹线跟台湾卖的里面不夹东西 那个是有差别的 可以这样讲吗 还是有什么差别呢 因为它这种烧饼它最主要 在北方它这种比较寒冷的天气的这个气候下 它会用这种烧饼 最主要第一个它是容易保存 哦 它的保存期限很长 是 它当然是你光是吃烧饼的话 它是有味道的 它当然会像一般北方的这些火锅店啊 或是蒜羊肉店啊 它就会搭着火锅来吃这个烧饼 基本上它是不夹东西的 那当然是 因为我们做大一点的话 一般早餐的时候 北方人他也是喜欢吃这种咸的 他就可能就配个牛肉汤 吃个烧饼夹肉这样 所以这是家学渊源吗 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店竟然是北方 所以您是北方人了 没有错 我们家是主集这个北京 而且是回民 哦 你们还是回民的啊 是的 哦 所以呢 这个店有融合回民的特色在里面吗 有有有 因为我父亲他就是北京回民 在北京来讲这也算少数民族 嗯 那当然回民他所信奉的就是伊斯兰教 是 也就是大家所认识的回教 嗯 那当然他就是只有吃牛肉 哦 牛羊 鱼 鸡 这些都可以吃 就不吃猪肉就对了 就猪肉 就一些杂食性的动物 他就不能吃 了解 所以他们家店是有清真认证的 哎我正要问这个问题 现在好像越来越多店 有所谓清真认证 当然哎可借这个机会给我们了解一下 就是所谓的清真认证 大家可能比较知道啊 就是因为就是不能吃猪肉 好像就那么简单 其实清真认证有他一道的程序 到底要符合哪些重要的条件 才能够成为清真认证的这个 对像这个肉品啊 最主要就是肉品 他肉品 他在这牛肉啊 或者说这些动物的肉品啊 他在宰杀的时候 他必须经过就是 这个 类似这个 放血 类似这个牧师 他们在回教里面叫做阿红 他念过可兰经 是 可兰经以后他在下刀 把这个动物放血放干净 因为基本上回教人 他是不吃这个动物的血 哦这样子啊 哎他真的 我问一个比较尖锐的问题 你们可以追踪的到 他们真的用这样的方式做吗 就是说你们在进这些肉品的时候 对因为我们 我们在进肉品的时候 我们进的都是这一种进口的牛肉 那进口的牛肉 他在这个箱子外层 他就会自然会贴上这个 有这个清真认证的这个标志 是是是是 哇哎 所以现在台北市好像 对于清真认证这件事情 推进的还蛮 蛮用力的 就是推 就是还蛮认证在推的啦 对不对 对对对 因为现在就是有很多 外来的这个民族啊 或者说外来的客人啊 他一般都从印尼啊 马来西亚啊 这些都属于回教国家 那因为他们来到台湾以后 他们必须要找到这一种 清真认证食品的这种商店来 吃东西 他们才会比较放心 就外籍的这些劳工 或者外籍的这些工作的学生 来到台湾 我们也要创造一个对他们相对友善的环境嘛 对不对 好那就回来讲这个马书饼铺的故事了 既然说您父亲是北方的 所以他是从这个什么时候开始开这个饼铺的呢 因为我父亲他原本的职业是这个京剧教授 那他他本身是在北京 他是荣村社科班出身 第一届的这个学生 哇 那京剧出身的来开饼铺 这个过程光是听起来就还蛮有意思的 所以是一边教京剧一边开店吗 这样应该会很累吧 因为我父亲他在教书的闲暇时间 他就会来帮忙这个饼铺 那时候这个老板 帮忙饼铺 所以以前这个饼铺还不是你们家的 对对 他原来这个老板姓冯 他这个店在开的时候 原来最早是在这个中华商场 但是还没有拆的时候铁道边 你说以前有天桥的时代是不是 对对对 很老的记忆 是是是 我父亲那时候就时常帮他的忙 了解 是 那怎么帮一帮变成自己家的店呢 当然这个老板他过世以后 他只剩下一个老婆还在 因为他也没有儿女 所以说对 就是靠着一些老师傅 都是同乡的这些老师傅回教的 同样信仰的老师傅在帮忙做 那当然说他们在做的时候 可能多多少少 那时候生意不是说很好 那当然就是他们收的钱都被他们这些老师傅刮奔去了 哦 是 这老太太也没有得到得到一些好处 然后我父亲在帮忙的时候就是有点看不过去 哦 是 那这老太太就跟我先就 跟我父亲讲说 如果说我父亲不打理这家店的话 他打算把这家店要收了 所以你父亲毅然决然就跳出来吗 就本来是 教金句的老师就 摇身一遍遍顶铺的老板师傅了吗 对 因为他本身他家族也是会做吃的这个东西 你说你父亲 你们的家祖传渊源就跟吃有关系吗 有有有像我奶奶他在保定就 开过这个卤煮鸡的这个店 哦 是是是 所以你父亲基本上也是有一定的手艺就是 他也有 他有兴趣他也会 哦 了解 是是 所以这样听起来是为了一个意气 去借上了这个店对不对 对 有一半 有一半这样子 接了店之后呢就放弃教金句了吗 那倒没有 因为他教金 他在台湾来讲的话 因为这个金句的这个教授非常的稀少 是 都是从这些大陆当初过来台湾的时候 留下的留下的人才才才有办法做 那当然他的学生也很多了 像这个金句名林这个郭小庄都是他的学生 郭老师都是您父亲的学生 因为我小时候也是看着他跟我父亲学戏 哦 真的那问一下 您自己会唱金句吗 我倒不会 因为没有被父亲这个鞭策也来学一下子 因为我父亲他不赞成他的子女去学 因为他知道他这个学习过程是很辛苦的 好像都这样子啊 这个通常父母做什么行业都希望这个子女不要 讲从道覆超好像有点 有点奇怪就是 就不希望子女在经历过自己经历过的 这个辛苦了 对 所以说他 他也没有说要求我们要去学金句 所以就是等于是一边继续交金句 一边帮忙这个维持这个丙部的维持 哇 那这样很辛苦 这样总共从父亲接手到现在为止几年的时间了 父亲接手到现在最起码有三四十年了 有三四十年了 所以呢你也是从小就看着父亲在丙部这样子 一路打理 然后这个长大的就是了 也还好 因为我从小的记忆就知道父亲他是在做教学的工作 像之前在这个你们附近的之前有一个大鹏居校 他也是这个大鹏居校的这些这个老师 我从小最有的记忆就是跟他到大鹏居校去教过他的学生 看他教他的学生 看他教书啊 然后他到后来是到这个丙店的时候 其实他年已经有一定的年龄了 哦 是 已经过六十岁了 已经过六十岁 所以他只是负责经营 没有真的下去帮忙做 有有有 还是有啊 那更辛苦了耶 对 因为他 他等于说他有一种观念就是说 人年纪大了还是要动 这倒是啦 嗯 对 我们说活动活动要动才能活嘛 对不对 那这样子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帮忙父亲开始进行这个店 因为我的本行原来是做这个珠宝设计的 你跟父亲都是半路出家的 对对对 珠宝设计跟丙店 这基本上是天差地别 对这个 那什么样的机缘下让你回去这个继承的爸爸的这个 那我父亲刚开始接手这家店的时候 其实他的管理方面其实并不是很理想 那我当初我已经做到一段时间我已经出来自己在做事的时候 成立工作室的时候 那我就干脆把我的工作室就移到这个店里来 一方面可以帮着我父亲看管这家店 然后一方面做我自己原来的事业 然后一方面又跟着他学习这个做饼的技术 感觉上面你好像走着父亲走过的路 就是从自己的本行里面 这个还是回到了饼铺来工作 但是是鞋杠人生 对就我正要讲好像是很早以前的鞋杠 那这样两边都可以兼顾你们真的蛮厉害的 因为毕竟做吃的事也是很辛苦一件事情 因为可能要从早忙到晚对不对 所以说做吃的这一行在北方来讲 他们叫做勤行勤劳的勤 勤行就是什么劳力活对不对 那趁这个机会像你们是北方的这个饼店 介绍一下你们的招牌的这个饼有哪些 然后除了饼之外还有什么样的一个商品 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介绍 趁机来了解一下北方的食品有做 最主要就是我延续我父亲他当初做的饼 就是芝麻酱烧饼 还有烧饼夹牛肉 是 然后另外一个还有一些宫廷小点 这些应该是连持细代后都吃过的这一种 这种清蒸的点心 一个就是椒盐还有一个糖火烧 像椒盐它的材料就比较丰富 里面有芝麻粉花生粉核桃人 瓜子仁 为什么叫椒盐呢 对 因为它那个椒是花椒的香味 哦 吃起来里面有花椒的香味 然后吃起来又半甜半咸 所以把它叫做椒盐 椒盐饼 哦好特别哦 所以这些都是类似点心 那你有没有大菜之类的 像我后来就是在做这些东西以后 后来搬到后来的店就是比较 地方比较大了以后 我自己在研发做牛肉面 还有以前我母亲时常在家里做的这个大卤面 嗯哼哼 这些大卤 像这个大卤面就是真正这个北京的味道 哦 北京的味道跟台湾我们吃的大卤面有什么不一样啊 一般你在外面吃大卤面 他写大卤面他可能是用这个酸辣汤 对对是啊是啊 那其实那不叫大卤面那叫酸辣面 哦 哦那真正的大卤面是里面要怎么做才是真正的 道地的大卤面 你真正的大卤面的话 基本上肉是基本的 嗯里面还有有金针 还有香菇 是还有虾米 哦 还有木耳 这个好像我们在吃台湾大卤面 比较少吃到这些料 对很少吃到这些料 哦是是是 那最主要它的香味我们还要浇一点花椒油 哦花椒油 这是你们独门的呃香料 还是本来就是本来就有本来就有 北方在吃这个大卤面就一定会放的东西 对对像有一些这个北京来 来台湾自由行的这些旅客 到了我们店里来吃过大卤面 他都觉得很地道 嗯是那既然是北方的食物 哦有没有那种很地道的是北方现在 可能也很少见的一些呃食物 哎在你们店里也看得到 就像我刚刚说的这个糖火烧 哦糖火烧啊糖火烧是什么 它红糖火烧 它这是用红糖做的 嗯那你像一般他山东人说 他火烧这两个字的话 他是就是杠子头 哦杠子头很硬 对对对 我母亲妈吃的 可是在北京来讲 他加上一个糖以后变成糖火烧以后 哦 他就是一个小点心 是是是 他是用红糖桂花芝麻酱 他揉合在一起在烤出来的饼 是 所以说在台湾的北京 就是北京馆 好像也比较少吃到这样的 这个 我可以说在台湾来讲的话 糖火烧只有我们店里 哦 所以是独门的对不对 对对 哦难怪我就觉得这个 听这个名字就还蛮特别的 好 好那 他们家其实还有一味我觉得很棒的 就是酸梅汤 酸梅汤我们好像很多店都听 但是他们家的配方是很特别的 什么样的特别的 我们那个就叫做桂花酸梅汤 哦 那你一般你在外面喝的酸梅汤 它有一点红红红的 是 那喝起来会有一点色色的 嗯 那是台湾味的酸梅汤 哦 那你像北京的酸梅汤的话 就是山楂甘草 嗯 还有这个 这个乌梅 啊 那当我们煮好以后 我们还会特别再加上一些桂花酱 哦 所以有有甘味 然后还有桂花香味 对 又有桂花的香味 喝起来又回甘 是 所以 哎 从你父亲接到这样也三十四年 三四十年的这个店了 那为什么会想要这一次参加这个台北造起来 这个改造活动呢 就 哎 你们是第一次报名参加吗 对 没有错 哦 对 怎么会想到要加入这个活动 是朋友介绍呢 还是你们自己看到这活动 还是这个婷婷呢 找到了你们帮忙你们活动呢 哎 今天 这个这也是很偶然的机会啦 就是我们知道有这个活动以后 再参加一次说明会以后 然后我们就觉得说 我们的店是属于这种老食物 嗯 比较传统的食物 是 那想要说 让他让更多人 更多的朋友去认识一下 那你是怎么知道有这个活动 是 朋友介绍 还口耳相传 还是说哎 你这个在网站上面在哪里看到这样的活动 这个是 这个应该是他们 主办单位去有去筛选的店家 找到我们 是是是 所以 亭亭也是有 就是 商业处跟你们都有主动 对 我们的团队可能也在筛选一些 我们觉得可能有potential 有潜力的店家 然后主动去接触联络他们 是 就是 呃 双向的对不对 就店家可以来报名 然后 呃 商业处跟你们也会帮忙去找 觉得可以适合来参加这个活动的店嘛 对不对 好那 那参加他们说明会之后 你你就决定要加入这个活动 到底是哪里吸引的你呢 第一个因为我觉得 他这个 可以帮我们改造我们原来这个 说店的这种味道 嗯 让我们可以更上一层楼 是 第二个我觉得很有吸引力的就是 他可以教导我们 怎样去处理这些 这些 后面这些电商的这种问题 嗯 是 那你要改变这个 呃 构想 呃 这个 有没有一些顾虑 我的意思是说毕竟老店 万一要改了 呃 原来的风格 那会不会 哎 我们之前也聊这个单也有聊过 会不会担心老客户不能接手 因为 这个倒还好 因为这个 今天我们要做这个改造的话 必须要有一个很大的突破 嗯 啊因为我我很相信说 我们有一些 固定的老顾客 他们都会找到我们 啊 所以说我比较不担心这一点 是那这要问婷婷啊 就 这样子一个有 中国北方味道的 呃一个饼铺 你们接到这个案子的时候 想法是怎么样 怎么样开始改造他 先跟我们讲一下他原来的感觉跟你 后来觉得应该怎么改造 你们想法是什么 我觉得因为马苏饼铺 他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说 因为他们家的东西比较特殊 嗯 哦不像很多的这个餐饮的店家 就同质性 来说还是还是蛮高的 嗯 但他们家是只 就只此一位 可是我觉得他们的很多的内在 很多的这种他们的一些做法 或者他的精髓 没有很好的去把它表现出来 嗯 就是无来宅啦 啊 是是是 但是外在给人的感觉好像就是 还是一家破破旧旧的 比较也不算破就是旧旧的一个老店 而且在巷子里 嗯 重点是他们家在巷子里 是 所以会呃 走过路过常常就会忽略掉 哎可据我所知你们家所在的那个位置 其实是 哎 还蛮有名的豪宅区 对 所以应该 应该是有很多 有身份有地位的人 呃 是你们的常客吧 对不对马叔 呃 其实外来客比较多 哦真的啊 反正是外来客比较多啊 像很多名人都是我们店里的常客 哎可以讲名了 好了不要我们不要暴露别人的隐私 所以婷婷你的意思就是说 他基本上是一个巷弄内的小店 对不对 对 所以啊 我我我们一开始就想法就是 怎么样把他们这种的特色尤其是这个历史渊源 嗯 怎么去凸显出来 是 以及他们家的这个呃 点心的这样的一个特色 怎么样去让让大家印象更为深刻 嗯 所以呢我们就把那个因为刚刚不是讲过吗 第一代的马叔也就现在马老板他爸爸他是个金句老师 是 所以你看我们新改完的这个呃 logo 他就是个金句脸谱 哦 一般的金句脸谱加上那个烧饼的嗯 去做一个一个这样图像 所以一眼你就可以印象很深刻 是 然后我们给他的定位是清真风北京怀旧小点 嗯 所以把清真的这个特色 所以吸引到一批其实就是呃可能就是同呃就是一样是就是清真的这样的教友嘛 是 那另外就是这个我们还给他一个有趣的slogan叫做呃文香上马 嗯 嗯 不是下马是上马 上马 因为上马加嘛 是 文香上马 惊喜回味 金是北京的金哦 哦 回味又一语双关 是 是回族 回族的味道出来了哦 那另外就是他有特别强的他喜欢更国际化一点 所以我们的logo上面就变成英文为主 这时候我觉得蛮亚裔的地方马叔怎么会接受他们把你中文的名称改为英文呢 这好像跟呃有一点中国元素的这样的饼店好像就嗯不是那么搭嘎了对不对 中文还是在的中文还是在的英文强调了是英文强调了是好 嗯 因为主要就是我们店里会时常会接触一些外国的客人哦 外国客人他要要跟他介绍的时候我们甚至也会会跟他讲其实就是就是中国汉堡哦哎这样介绍比较简单一点对不对啊 对对对所以说那有了这个英文名称以后嗯 然后让外国人一眼也可以看出是那我刚刚讲嘛就老客户看到我们的改造之后哎 有什么样的回馈给你们的意见 有没有觉得不习惯说哎原来去改的好就改过之后有呃对你们来讲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因为很多老老客户他来来过以后其实他也知道我们原来就是马叔饼铺嗯是因为最主要是他们其实是 认烧饼是是是并不会说认为说你这个店改的怎么样是是是啊当然他们都是很惊喜啊就是说觉得说像改过以后完全对他们以前的观念完全改观了嗯是是是所以目前大家得到不管是老客户新客户也好的呃评论都是算是哎都很正面的嘛对不对好好那呃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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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那还有什么样的特色是不是也跟我们讲一下 其实他们家就是过去都是比较靠实体的店面 所以其实老实说疫情对他们的影响也蛮大 但是他们又很重视 因为你看清蒸的一个惯例 就是他们很重视卫生清洁 所以有一段时间 就我们刚刚去踏入他们家的时候 他们家是根本就拒绝内用 真的啊 对就纯粹就只有你只能够现场外带 那这样影响很大对不对 影响会很大 所以我觉得他们更需要就是如何去经营 线上的经营啊 电商啊或者是这种比较外卖的 在可以就是脱离实体之外 线上可以去经营销售的部分 所以您也帮他开拓了不一样的销售的通路 对然后协助他们怎么去做这样一块的经营 就不要只仰赖实体的这样的一个业绩 所以除了门面的改造之外 其实还有经营整个方向也帮他们做一个调整 对加入了这个所谓的键上 线上键包含要怎么去做社群媒体的沟通 哦是是是 哎那我觉得这样家老店 又给了一个新的意义 以后呢大家如果有经过这个台北市中正区 林营街的话就可以去马书饼铺 找马书买饼就对了 今天非常谢谢马书来到我们节目中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呢还有另外一家 这次参加活动的改造商家也要来到现场 我们待会告诉大家哦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欢迎回到公民种族笔周一罗继夫时间 我是周一的种族笔罗继夫 今天在我们节目中呢 每年都要介绍一个活动台北造起来 讲的是台北市的一些商家改造的故事 刚刚前一个阶段呢 我们介绍了丙铺 来这个阶段我们要来介绍一个百年的霸玩店 我们现在邀请这个霸玩店的第四代的传人 陈静宏 静宏 晚安 你好 Jeff好 大家好 好 那当然这个婷婷还是在我们现场 待会也要来跟我们聊 这个百年老店要怎么改造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当然要先请这个静宏介绍你们自己家店 我刚说百年老店对不对 所以是从你的谁开始做起啊 从我的阿祖开始 阿祖开始啊 百年也就是民国初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一直只做霸玩吗 有什么的冤言呢 怎么会开始做这个东西啊 会开始做是其实是早期他们从事有两个行业 一个是他们是务农的 因为当时他们是从那个内陆 那个大陆那边过来 是 那那时候其实他们是来这片圈地 然后在新竹那边落脚 然后务农 但是后来因为我们的那个农地被征收之后 那就是想说去捕鱼 因为其实以前他们在那边也有在捕鱼 所以你们家老一辈的农鱼都从事过 对从事过 那但是因为传难的关系 所以后来阿祖 他就决定说来找一个不同的行业 然后可以稳稳的 那后来才想说来做这一行 可是你刚刚说起家是在新竹啊 一开始是在新竹啊 对对对 所以你们是从新竹 一路打拼到台北都是了 对对对 那现在在的地方就是万华嘛 对不对 那在万华多久了 万华的话已经落脚 差不多也要快70年了 也快70年了 那刚刚讲嘛 这是霸玩店对不对 我必须要讲说全台湾 好像很多地方都说我 我这个地方的霸玩好吃哦 那大家比较知道 比如说彰化霸玩啊 对反正每个地方都有霸玩 来跟我讲一下你们的霸玩 到底这个百年老店的霸玩 跟一般的霸玩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我觉得我们当时在新竹 比较特别是因为阿嬷那边 是那个客家人 然后我阿祖那边是 你阿嬷是客家人啊 那是我的同乡 客家老乡 会讲客家话吗 哦不会 所以阿嬷是客家话吗 所以你们的霸玩有客家的味道吗 真的啊 应该是说 那个泰州那边是泉州 然后阿嬷那边是客家人 然后也因为这样子 所以他们对红麴这个东西 哦 本身就有研究 是 那后来就是用这个东西去录 他们是 阿嬷那边买的是 那个中泡塞那种 嗯 它是有在料理的 然后后来决定说 要把这个红糟带到肉园里面去 嗯 所以我们的肉园 比较特别是我们的红麴 红麴自己酿 然后自己去把它腌肉啊 跟煮酱这样子 果然 因为红麴红糟 真的就是客家的风味 对不对 对 真的也很少看到 有霸玩是有加入这个红麴红糟的这个味道 所以应该蛮合我的胃口了 那这个穿业肉园哦 呃 你说你是第四代传人的吗 是 我每次都要问这个传人 到底是被逼的 还是自愿的呢 哈哈哈哈 你自己是学什么 我是学资管的 你看又一个 这个 呃 所学跟后来家里经营的完全不一样 资管 哎 资管好像听起来比较赚钱 为什么会想去这个接 家里的这个事业呢 嗯 我觉得跟个性关系 我觉得我比较 好动一点 坐不住 所以 刚好这个服务业的部分 是我比较喜爱的 哦 所以你是从小耳濡目染 对不对 那你从小就开始帮忙家里的店里的生意的吗 对 从小就是在市场长大 然后帮忙协助这样 哎 怎么个协助法 是就帮忙 哎 端盘子洗盘子啊 招呼客户 还是真的有 亲自 哎 也去 献一下你自己的手艺呢 帮忙煎肉丸 哎 肉圆 应该是 一开始是 先做了打闸的部分开始 那有时候离风的时间 家人还是会让我去尝试着去弄 哦 真的啊 家人不但不阻止 反而会让你去尝试这个手艺就是了 对 这样比较觉得 就是有自己的好奇心学习的话会比较快一点 哎 那我问一下 听说你们家是 就是有清蒸的也有这个炸的肉丸 对不对 我想问一下 就是说 这两种做法 我每次也是去各地 我也喜欢吃肉丸 是 那 可是这个肉丸 真的好吃还是这个煎的好吃 好像有 各有这个拥护的人 两派在论战 对不对 你自己怎么看呢 煎的跟这个 真的 差别在哪里 然后味道有什么真的特别不一样的地方吗 你觉得 对我们来说 因为我们以往是早上做好 然后先蒸 再到门市去炸 那近年来 因为其实大家用餐的环境 跟大家的想法都比较不一样 比较喜欢扫油 扫盐 扫 就扫糖 那我就想说 既然大家都这样子想的话 是不是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清蒸的部分 拿到门市去卖 所以我后来就因为用了一个蒸容 去做清蒸的部分 所以一开始是用炸的 后来再加入用清蒸的方式 是 没错 所以年轻人还是有不一样的想法 对不对 但是后来发现说 其实大家喜爱上 受喜欢的程度其实是一半一半 因为其实很多年轻人跟长辈 慢慢能接受说 我们是做清蒸的 去享用去吃 那以往我们为什么会去 吃过油炸的原因是 早期其实在猪油这个地方 是为了让大家摄取那个热量 因为从事劳力活动 需要比较多的这个热量 所以过去的人比较吃的油一点 咸一点 味道比较重一点 对不对 而且我们是使用纯猪油的 其实它炸起来是非常的香 很有香气在的 对 它其实说你要去对比的话呢 我觉得清蒸 它是比较可以种到内 可以去享用到内部的香气 而油炸的话呢 是种外面的口感 它会因为要去油炸的话 然后会多一层焦香味 因为皮是会去一个高温油炸的状态 所以它会有点脆脆的 但里面是QQ的 是 那内馅的部分呢 其实我吃肉丸真的也蛮注重内馅 你刚刚讲有内馅是红糟肉嘛 对不对 那有些内馅 比如说有些人会放这个 这个什么豆腐干 是 然后也有人会放竹笋 都有 对不对 你们家的内馅除了红糟肉之后 还有什么样的馅料呢 我们刚好就是红糟肉筍子跟香菇 哦 筍子跟香菇 哇 很丰富耶 对 而且我觉得里面包筍子的 不管是肉包 那个会做跟不会做 差很多 因为好像那个 有竹笋料的东西 不是那么好做 对不对 嗯 其实并不是那么好做 是是是 所以我刚刚看这个 这个靳虹带来这个食物 你们的这个肉 我看 有的是就是一般的大小 还有一个像是 这一口就可以吃吃下去 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做这种小把碗 呃 因为一方面是 我们重新转型之后 有一个品牌在 我当时去想说 参加多一点的市集 为了要让我们的品牌 多曝光 呃 参加市集的时候 我想说 因为当时市集是需要求快的 嗯 然后方便使用 所以我想说 就做这种小科的 让大家方便吃 哦 所以你在行销上面 有想去扩展你们的客源 去参加这种市集的活动 对不对 有目前是有的 啊那为什么会想要参加这种 呃台北造起来这样的活动 毕竟已经是百年老店了 其实改不改 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吧 对 哈哈哈哈 对不对 一般人的想法一定是这样子嘛 对对那为什么想改呢 其实应该是说 我比较喜欢学习 那那时候我有看到周边的一些老店家 像老季安啊 还有大峰跟梁喜浩 其实大家改完之后 多了一个新的气氛 然后在氛围上也变得 哦你们的邻居都有参加了这个活动 对不对 这就要问婷婷了 对 我记得梁喜浩去年有来过我们的节目嘛 对不对 当然后来受到疫情的影响 多少生意有受到一些波及嘛 对不对 那我也要问婷婷哦 你怎么会有勇气去改造一个百年的老店 这个压力应该很大吧 其实我们台北造起来改造过的老店很多 百年老店也有了 十几家了 有惊讶 但是我觉得川越润他有趣的地方是 其实他是第二次来参加 报名参加 哦那第一次为什么没参加 第一次那时候他们家还叫新竹肉园 还没有改名字 所以没有改名字 对不对 哦是是是 但他第一次来家来参加没有过 没有过的原因不是说他们家的东西不好 而是因为他们所在的那栋建筑 因为其实参加台北造起来有个规定 就是你必须是土建馆要合格才行 哦 但因为他们家建筑是因为 但是有在一定的年限以上 其实就可以豁免 可是他找不到 他们家找不到 他们家有超过那个年限的 你说文件的不见了吗 对所以就很扼玩 但是在那段期间就是他虽然没有获选 可是他很努力的去观摩 其他的台北造起来的店家 就该不是说很爱学习吗 所以靳虹真的很厉害 你的意思是说他去看 参加过你们活动的商店 所以你真的是去看你们邻居怎么改是不是 对我以前年 我连那个华旗街的一些 转型后的像小王竹瓜 我去参考一下 是刚挺又讲说你们其实是改过 本来是叫新竹肉园 后来改川叶肉园 这个是你的想法是不是 为什么呢 其实刚好我们那时候在 有这个念头的时候 刚好已经创立111年了 那其实说实在 我要去改变这件事情 是跟上一辈要去观念 要去相互的琢磨 就一定是挑战他们的吧 对去挑战 那那时候刚好 有了这个想法的时候 想说100 因为那时候刚好已经创立111年了 那我是不是用这个字 刚好移一张穿 对 你蛮有行销头脑的嘛 是 所以穿字就是取111的意思 对 那叶的话是我阿座的名字 它叫陈辰叶 那这两个字的融合 其实就是有点像新旧融合在一起 我们带给大家 就是不忘初衷 但是又有带着新的气息 是 这样挺你帮你们省眼力 至少你不用去向他们家改名 也是 对 那所以他后来 就是他其实在改名 穿越肉圆的时候 他们自己已经进行了一波的改造 你说参加一个活动 自己就有先改了 就是他的一个外形 就有先做了基本的改造 但因为我们台北造起来 有分两种的这个店家 就是一个是深度改造 一个叫做轻改造 所以他后来 今年来参加就是轻改造 所谓的轻改造 轻改造就是说 我们不会再 就颜值要一定的水平了 颜值 要一定的颜值 你好现实 但是呢 他可能在行销上还缺了 缺了一把 或者是有一些这种品牌的沟通表述上 还缺了一点东西 我们就再来帮他画龙 不是像刚刚我们讲的那个 马书饼铺的 从里到外整个翻新的概念 整个大幅度翻新 但他今年参加 专业来参加就是这个轻改造的部分 所以我们就去萃取他 刚刚我们就讲过 他们原本是从新竹来的 可是为什么从新竹要包到蒙甲 这其实还有个渊源 因为当时是他的阿祖 去新竹 当时新竹也有一个青山宫 取了一个拜拜 求得那个 那应该叫什么 林安尊王 求得了他的一个指示之后 就搬到蒙甲来 结果蒙甲也有一个青山宫 就在你们家附近而已 所以我们就取了这个 十几年巧合 对就把这个典故 把它纳进来 所以他们叫的slogan就是 青山依旧美味川流 然后再把青山宫 青山王纪 因为万华才前两个礼拜 刚不久 就是青山王纪 就是青山宫的那个庆典活动 把这些元素就加入了 他们的整个店 整个品牌的一个内涵里面 就让他们的历史 就跟这个在地 也就是这个蒙甲 从青竹一直到万华 这个在地的这样的一个元素 可以去融合起来 所以你改造穿业肉园的 这些店的 重点是在于行销这方面 帮他们再加把劲 再多做一些 一个是在品牌的形象跟沟通上 包含他当初虽然有改了 门面招牌改了 内装有改了 可是棋楼啊 看起来还是旧旧的 那个柱子还是有点点乱乱的 所以我们让他骑了两个柱子 就是把它包覆起来 然后放上了品牌的故事 放上了美美的产品照 那整体那个气象又更好了 加上其实他店里一进去 有一大面的墙 其实已经有请人来画了青山王祭典的 这样的一个彩绘图 所以这是静宏你的意思吗 还是长辈跟你沟通之后觉得应该要把神明的元素放在你们的店里面 是我当时突然有这个发想 我觉得我很喜欢一页合作 那当时就是想说 诶 那我们龙山文创其实下面有一个就是漫画公会 哇 这样子啊 当时我想说那就请他们帮我绘画一幅 因为本身也很喜欢看漫画 是 所以想说把这个故事放到墙上 一方面可以推广我们自己的店家的故事 一方面可以让外地人或是在地人更加深 知道我们那个青山祭的这个由来 那除了那个漫画之外 其实他们还有一个就是 因为每年的青山王祭典嘛 很热闹 所以其实他们有一幅画 是把青山王祭典的样貌整个画出来了 但是我们觉得很可惜的事情是 他画出了青山王祭典 但是穿业在里头不见了 就是那穿业跟他的关系是什么 宣宾夺主了是吧 就是没有把这个祭典跟他们家的历史 做更好的结合 所以我们就让这个画重新 就是元素不变 但是重新做了一些小小的微调 让这个穿业在这其中更加凸显 怎么个结合法 一个是神秘的形象 一个是这个静宏自己发想出来一个 比较偏异象的东西 怎么反 他是两幅图 在他的内用空间里面 有刚刚静宏讲的 那个用漫画的手法画出来的 但我刚才讲的是说 一进门的一整面的墙 其实它就是一个彩绘 那我们就是把穿业 因为它就在最中心 让它穿业肉圆在这个整个图的最中心点 那旁边当然是青山宫 青山宫要放大 然后穿业要放大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 刚才讲的青山依旧 美味穿流 这样的slogan放在里面 然后那个尺寸也有点改变 让大家更一走进去 更明显就能够看到 这样的一个青山王祭典里头 穿业就在这个图的正中央 所以就把这样的当地的祭典 跟穿业的品牌连接起来了 其实每年婷婷来介绍改造商家 尤其是像过去讲大道成跟万华区的商店 有非常多 其实真的很明显 你经过改造的店面 你光是从外观 你跟其他的邻居一比 很难不看见 对不对 静宏 你在那个区域长大 然后看到其他家参与这个活动 应该有同样的感受 对不对 是没有错 是 那你这次参加这样子的改造之后 青青花花了多少时间呢 完成这样的改造活动 总共花了约要半年的时间 半年的时间 但是规划其实我花了一个一年 一整年在想这件事情 是 那怎么去处理 顾客的反应呢 老顾客跟新顾客 他们的反应是什么 其实在环境 用餐环境上的改变 这是最直接的 然后还有我们的故事的氛围 带给新的顾客 有新的感受 然后让他们更认识我们 其实我觉得这个改变 其实大家都蛮喜欢的 那疫情后 现在当然跟去年比 已经是完全 当然就这个 已经比较正常了嘛 对不对 这个聊一下 疫情前跟疫情后 你们自己的感受 像疫情的时候 你们应该也受到 蛮大的压力吧 对不对 那时候有怎么样去因应 度过这样子的一个疫情时期呢 其实我觉得我们家 刚好就是利用这段 时机 因为危机就转机嘛 我那时候就是利用这段时间 刚好当时的波皮图 其实有做快筛战 那我为了 我想说 为了大家的健康 跟家人的安全 我就想说 就利用这个时间 赶快来去做转变 所以我那时候刚好就利用 从五月开始 开始去拆 然后开始规划 跟设计师讨论 要怎么去做 让那个设计 然后弄好刚好是十月的时候 刚好用双时间 那个最好的日子 去开幕 所以你的意思说 那时候反正生意也不能做 你干脆就趁那个时间 开始做一些变化 那是去年的时候 那是去年的时候嘛 对 我觉得其实真的 因为我们常常讲危机都是转机 可是有人看到危机 它就是危机 对 就不会去想说 其实它是机会的开始 可是静永你看到 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做改造之后 就 等到生意 不是生意 整个环境变好的时候 你马上就可以 开始营业 做不一样的呈现 其实常常讲 机会都是留给准备好的人嘛 对不对 那经过这样的改造之后 改造完之后呢 来讲一下顾客的反应吧 对 他们的反应 我觉得 来这局的时候很开心 因为 很多长辈都跟我讲说 以前来就真的只是外带回去吃 就是东西好吃 但是真的环境 并不是那么的适合 他们在那边用餐 最主要是 我去看以前的Google 上面的留言 他们就说 环境 这是个好老板 有些人是不想看 有人会怕到一些负贫会影响心情 我觉得跟教育有关 因为我妈妈都教我说 要去看人家 告诉你什么 批评你什么 你再去做改进 妈妈是这样教育你们 她说你不要去看那些 已经 已经给你说好话 赞美的话 不要看景象天花的事情 要从一些地方去 缺点去改进 是 那客人就是说 以前都想要带走嘛 因为我们这个房子 其实说实在 已经是95年的老房子 是 所以用餐环境 可能没有其他店 那么理想 对 现在改进之后 而且我为了这件事情 我还去把 我们用餐区专门做个隔阂 跟外界隔阂 有一个防 那个 就是那种防玻璃 很蛮厚的 所以当我把门关起来的时候 里面的冷气不会跑掉 然后 外界的声音又是隔阂的 它可以用心的 在享用它的食物 安静 但是也不会有闷热 也不会有吵杂的感觉 对不对 我觉得这都是从细节里面去出发 去改造 对不对 一点一丁累积起来 不过你刚刚讲说 骂完要外带回去 我总觉得 买回去做的再怎么做 都不会比你们师傅炸的 到底煎蒸个肉丸 如果真的要带回去的话 有什么 可以做得跟你们店里一样 教一下吧 我都会建议他们回去用电锅针 直接用电锅针就OK了吗 因为其实电锅是 比较多家庭里面 共同拥有的 拥有的垂局 那我们都是建议说就是电锅 两米杯半杯水 其实它这样加热之后的口感 会跟我们店里比较相近 半杯水就蒸到干为止 这时间 是 打捏就这样就可以了吗 这样就可以了 哦 真听起来还蛮容易的 煎呢 我常常觉得煎 不是煎太油就煎得 煎得烂烂的 煎我比较不建议 我建议他们用炸的 但是炸的就是比较花时间 而且是真的要有心的人 我跟他们用说你就是 油淹过肉圆 那用中火忍油的方式 慢慢下去炸它 要慢慢炸 要 哇 因为我们它不能干火 它会有个可能是外头已经熟了 熟了 内力还没有 我曾干过这种事情 对 对 我总觉得买回去做就是 一来麻烦 二来 可是就像你讲 有时候会觉得在 这个电影用餐 环境不是很好 或者说 赶时间 或者是很远 很远的地方 这也是一个问题 刚刚Jeff老师讨论的事情 就刚好是我们上次去 带他店去咨询的时候 我们讨论的主题就是这个 就是如何去研发一个 更适合让 就是可以宅配 或让消费者用那个团购 宅配的方式买回家里 但是不影响口感的 所以其实这个 迷你小肉圆 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想法 因为现在很多家庭 也许就是 可能就是给放学的小朋友 寄个点信啊 或是长辈只是吃一个点信 不需要很大的分量 那也许小肉圆 也可以发展成是一个 可以宅配的一个产品 是 那请教一下这个静孔 刚刚有讲到宅配 所以你是本来就有 在做宅配了吗 是本来就有 不是因为这次改造台 开始做的 但是以前的是 重于大科的 大科的 现在加了一个小科的 就我们刚刚讲 一口肉圆的感觉 对不对 这也要问一下 因为你是年轻的 讲到电商 电商是现在 可能很多行业都必须要 重视一个管道 那所以现在宅配 跟你实际店面的 这个比例上面呢 我的意思是说 怎么去调配这样的比例 让自己的营收 会更稳定一点点 应该说我目前 因为刚刚转型完 然后品牌 我觉得还在 努力去做推广 所以暂时 我还是以门市的 那个定点 再努力去 把它好好的经营 那在线上的部分 我觉得会是 目前暂时去做宅配的 会是一些老顾客 有些住在国外的 回来或者是在 他是亲自去送的 应该说他现在 不算正式的宅配 应该算是外送 静宏你还亲自做宅配服务员 这样 你是想什么 就亲自碰到客户了 可以看到他们的反应吗 知道他们的反应吗 一方面是因为这样子 一方面是因为 很多长辈 他们其实以前 是我们的老族顾客 我也是有点像是去看看亲人的感觉 是是是 但是全省 你大概没办法一个人这样 你用生意做 你大概没办法这样做吧 所以我们讲的是 如何发展成可以全省的 那就是要更严谨的 专业的宅配的这样的系统 没错 那口味上面呢 人家常常讲说 就算是老店 也要发展新口味 有没有想说 怎么去研发新的口味呢 其实研发新口味 有时候还蛮冒险的 因为很多人都怕说 失去原来的味道 对不对 可是新口味又不适应 那你在研发口味上面 你会做什么样的努力呢 其实我们之前在育佛节 有寺庙跟我们订两三百棵的 纯树的肉园 那那个时候 其实我们为了他们去专门 做独特的树肉园 但因为现在暂时在这个产线方面 我还没有到那么多人手 可以做这件事 那未来我是想说 去跨越这个状态 以后就是可能 有卖荤的 也有卖树的 让更多吃树的人也可以吃到我们家好吃的肉园 我觉得也许以后真的 你们家就闯出了树霸丸的这个民告 也说不定对 好我想今天的两段节目 我们介绍了两家 今年参加台北造起来这个活动的改造的商家 两个礼拜之后 我还要再请婷婷带着另外的商家 来跟我们做分享 因为婷婷刚刚说 今年总共改造的家数有24家 24家 我们不可能每一家都介绍 但我尽量把这些改造商家 带给大家来参考 对消费来讲 其实也许是你已经知道的店 但也许是你完全不知道的店 经过这张改造的活动 你去看看他们的商品 去当这个消费者 也许会有不一样的体验 也说不定了 好今天非常谢谢婷婷跟靳宏 来参加我们节目 我们下次见了 谢谢拜拜 也谢谢大家收听 我们下个礼拜一见 拜拜